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设者如何完成挑战 建设者之海天之间即将为您讲述 这里是广东省湛江东海岛 中国第五大岛 在这片辽阔的滨海滩图上 即将屹立九十多座铁塔 和超过三十八公里的输电线路 这将是中国第一次在滩图上 建设五百千幅输辩电工程 这些工程第一次碰满 都是有点泡沫石头过河的那种感觉 从来没尝试过这种事 但是这个工程我们真的是 找不到任何例子可以接见 心里特别没底 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滩图上立起铁塔呢 这项五百千幅的电网工程 将为东海岛上两个超千亿工程提供电动力 并将进一步提高当地居民供电的可靠性 在岛上建设这个五百千幅辩电站 直接可以保证整个东海岛未来二十年的发展 这个供电能力是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的 东海岛 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东部 是台风多发地 工程必须抢在六月份 也就是台风季到来之前建设完成 去年有了威马逊和海鸥两个台风之后 也是在七月份 七八月份九月份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这个台风之前做完 湛江有着中国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 东海岛上也分布着大面积的红树林 为了避免东海岛当地的航道 对珍贵的红树林造成破坏 线路工程选择了大跨越方式 也就是架线跨越一千二百多米宽的大门寒水道 以前我们都是跨江 跨河流 等等等等 不及其数 这么长一半 线路全部在滩路上面 这个真没有 没做过 没做过也没工作真厉害 大跨越在里面 这个更没做过了 为了船只通航的目的 用于架设线路的两座铁塔 每座都高达一百六十多米 相当于五十层楼那么高 而塔材重量也超过了五百三十吨 让这样的巨无霸稳稳地屹立在松软的摊土上 对工程师们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是吧 这海边就有这么深的淤泥 只有往随便走 还有淤泥更深 去到塔位那里的淤泥最深的地方都接近有三十 超过三十米 灯涂带来的难度一个就是说它首先是软鸡 第二个它由于是海域它是有腐蚀性的 那么在设计角度我们就会考虑如何在软机上保证这个塔不下沉 那么就采用对应的一些砖的形式 铁塔砖的形式 工程所处的滩涂地带 入眼可见的水面之下是厚达五到十米的淤泥 淤泥之下还隐藏着树米的沙土层和黏土层 直到深达地下三十多米才能触到稳定的沿层 这么大个旁安大物压立在上面肯定是下面要有很坚实的基础 但它淤泥地就四十多米深 就是完全没有存在力的存在成就这么深 那你如果是一条砖一米打个五十米 那就像个面条一样没用了 就说它没有什么存在力的 那么如何在深达三十多米深的滩涂地带 建起体量庞大的铁塔呢 一般情况下 普通铁塔每条腿也就是每个塔基下 只有一根装机 而为了能够让大跨越铁塔安然屹立在滩涂上 铁塔的每一条腿都含有九根装机 四个塔基总共就具有了惊人的三十六根装机 它们将被深深地打入地下三十多米的深度 作为基础牢牢稳定住巨大的铁塔 就是完全靠下面的这些 这些干净混凝土来承担这一基铁塔的 就固定这一基铁塔 不要下沉啊 不要偏移啊 就是能长久屹立在这个盘土地方 整个工程中 大跨越的两座铁塔 将是九十多座铁塔中最大的 一座的重量就超过五百三十吨 塔基的位置离岸边有几公里的距离 那么又如何将各种大小不一的塔材 运到滩涂遍地的施工现场呢 这始终是困扰整个工程的一个难题 心里真的没多大 因为你说干了那个我们所说的立塔犯线 搞之处 其实是我们经常常是干的 所以没问题 但是你看过来看了现场之后 你真的一点比没有 整个好像暴露水的过河 这工程原来的故事哈 没有产业水运的都是路运 因为大家都没做过滩涂的水运 心里特别没底 就是还不如把那路修大一点 修宽一点修长一点 这样来的快 直白嘛 在滩涂中 修一条直打塔基的路 是最直接的方式 2014年 工程人员信心满满的 开始修建这样一条道路 然而 当年的强台风海鸥 将人们正在修建的道路 直接摧毁 这件事这么上 就刚好就从我们原来修路的这一块 上来 它像个锯子一样 就把整个路锯没了 看得很痛心了 就修了一个月的路 就这样没有了 我们为这个事 头痛了很长时间了 看当时想一想 它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然后就 它也找 我也找 坐在一起三年 喝茶也三年 开会也三年 就是它能不能找 这个方法出来 那除非你 你飞机飞过去 对吧 考虑到重新修路 时间来不及 也存在再次遭受 台风侵袭的风险 工程建设者们 决定改用水路结合的运输 方式 我就必须要在去年年底开始要进行大面积的运输 要完成这个运输量 这个潭土地段运输量的压力就在这里 在那个水上运输这里 在潭土上走水路 首要的问题是清理航道 这并非易事 大船运输材料 要求航道具备足够的深度和宽度 至少达到3.5米深 30米宽 需要进行输郡清淤的航道长度 也达到15公里 挖出来的淤泥如果堆在一起 几乎可以填满一整座光东省博物馆 因为航道第一个东西在海边 也清航道 因为受台风影响 还有那个潮池潮落 还经常那个就是挖出来 那个航道那些运输 经常要去 它有时候有点会散落会肥肥 我们还隔一段时间还要把它清理好 经常要去看看我们航道 达到我们运输条件 航道清理出来 运输塔材的船只已经在待命了 出发之前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百米沟空中 架限开始 他们能否完成最后的大考 海天之间 继续为您讲述 在滩土地上建设这样的工程 必须精确地掌握潮汐的规律 工程人员每天最紧张的事情 就是跟潮汐抢时间 每天早晚两次潮涨潮落 过期不后 它就是一天涨退潮两次 涨退潮两次 白天 其中白天大概有一次左右 或者有一次在晚上 它不见到循环了 那我运的时间很短 我要把握这个时间 完成这么大的量的施工 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 由于大船运料后 吃水深度可达到2.5米 因此 每天必须把握涨潮后 退潮前水位够深的时段 进行材料运输 否则还没出发 船只就已经搁浅 林广源是工程线路段的施工队长 也是现场的总调度员 但是在林广源看来 在这样贪图施工的过程中 潮汐才是真正的总调度 潮汐每天提供给工程人员运输材料的时间 只有四五个小时 一旦过了这个时间 唯一的办法 就是等待第二天的时间 很多时候就受那个潮降潮退的 那个潮水的影响 所以我们下班有时候 要不就要早一点 要不推迟的话 好像晚上如果六点钟 下班又没潮水的话 有时候要等到十八点八九点 说不定 所以有时候 也在外面干了一天 那么累了 也想早一点 回到住地去休息 但是有时候你控制不了话 稍微控制时间不好 就常常靠不了岸 靠不了岸 就想办法 通过旁边那些贪图 走下去 走上岸上 支撑着那个杆子 不要拿支撑着杆子 给后面的人用 到最后面一个人 再拔出来往前面船 一定要动 不要停下来 慢点 大家早的时候还是有相互教育 很多东西本来我们做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团体的话 还是有团体一记得那种精神的话 做什么事情就好 在工程的项目部和材料站 甚至是林广源的身上 都有一个月内的潮汐时刻表 每天 它都会根据潮汐时间 制定运输计划 明确材料装车 及航运时间 早上六点半 船只终于可以出发了 今天船上运载的 是大跨越铁塔 一条大腿的一部分 重量约八吨 即使按现在的高水位航行 渡船的装载重量 也必须控制在八吨以内 否则依然有吃水过深 而搁浅的危险 除了要掌握潮汐的规律 小心翼翼的控制装载重量 运输船只还需要避开一些区域 东海岛近海海生资源丰富 是有名的生蚝产地 这里密布着渔民 用于养殖的蚝装和蚝牌 为了不损伤养殖户的利益 在整个施工和运输的过程中 工程人员都要避开这些区域 我在水上施工的蚝牌 蚝牌它是可以移动的 对不对 你今天可能出去的时候 蚝牌它是在一个固定位置 就是你航行的过程中的固定位置 你回来的时候 你基本上记忆力 是记忆它在那个位置 如果天气黑了 蚝牌它有移动 或者涨潮过程中它会动的嘛 那你航行过程是不是很危险 对吧 这个是需要我们 就是说你在每一步 就是你的航行过程中 每一步都很清楚 就是你不单单只是开船 你要对船前面的东西 有很充分的了解 这不是大航 你随便开都可以 这个航道 这个支流 一定要很小心 二十几分钟的航程过后 运输船即将在码头靠岸 码头同样是为了解决材料上岸而新建的 整个东海岛输便便工程滩图地段 共八座铁塔 工程人员总共修了十个码头 由于地质条件差 有些码头三个月就塌了三次 塌度地段 它的淤泥层比较厚 但是我们清了有五六米的吧 下面还是淤泥 这淤泥永远清不完 后来我们就算了 把它先做吧 抛石 冲田沙 可是在冲的过程中 它就自动下沉 就是连续沉了 我们有一个码头 像K2码头连续沉了三次 就是沉到后来它下面的地址完全稳 稳固之后 我们再建码头 塔材已经到位 每天到达这里的材料数量都是有限制的 因为施工场地小 只能存放当天施工所需的材料 所以前一天必须精确准备好第二天建设所需的材料数量 否则现场无法容纳 而工地上对混凝土的运送时间控制得更为精确 用于胶筑的混凝土 有出凝时间 过后只能作为 因此要百分之百保证搅拌车在保质期前赶到 为此林广源的手机每天要接打100多个电话 因为施工高峰期 每天有40辆不同类型的车进出总码头 而唯一的道路宽布只够行驶一辆车 林广源必须不停地协调车辆进场次序 那张卡有没有要打孔单 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事情安排下去能不能完成啊 能不能按我的要求去做啊这种事 还有那船子安排的合不合理啊 人群有没有漏洞啊这种事都要去去想 而且有时候想的东西想的太多了 你们就想想打电话给某个人去安排去做某些事情 但是另外一个电话进来跟着去打电话 都不是想跟他说什么紧张的这样 stranger,他这里的领导是个人呐 要没有lot泊 真舒服 heart of a? 这个地方不是鼃子 真舒服 这个地方已经已经认好了 Brexit 这座大跨越铁塔上一共有几千颗螺丝 必须要人工上塔 在高空一一拧紧 完成后还需要覆察重拧一遍 大跨越铁塔仅两侧伸出的横弹就长达28.5米 重量超过20吨 而一般横弹长度只有五六米 重不过十余吨 大跨越铁塔是真正的电网铁塔中的巨无霸 高达160多米的大跨越铁塔 仅上下一次的时间就需要近一个小时 在塔上作业的高达 工人往往要在高空中度过一个白天的时间 连吃饭都是在塔上解决 以后拉铁塔真的检查好都要试 不要拿日炭捡日炭回来 真的要快些拿东西来受伤 组建好的这些铁塔能够安稳地矗立在贪图上 仅仅是对它最基本的要求 面与台风侵袭时 它们能够抵御至少13级的强台风 同时部分铁塔采用燕翅塔造型 每层横弹宛如大燕的翅膀 能够增加稳定性 减少因为大风引起的偏移 当大跨越的铁塔和其他几十座铁塔 都在海面上安然矗立起来以后 真正的主角用于通电的导线 就要架设在铁塔上了 那么如何在间距达到1200米的两塔之间 架起重量巨大的金属导线呢 酷热东海岛 建设者如何在松软的贪图地带 建起50层楼高的铁塔 海天之间继续为您讲述 东海岛 中国第五大岛 国内首个建在滩图上的500千幅电网工程 50层楼的高度 530吨的铁塔 建设者如何完成挑战 建设者之海天之间即将为您讲述 这将是中国第一次在滩图上建设500千幅输便电工程 这段时间海上阴晴不定 大风常常不约而至 朱华和林广源难以确定放线的时间 如果不等天气 用人工放线的话 他们担心的 依然是会对滩图上的红树林造成影响 做了好几大方案 就是说万一是天气不好 我无人机没有办法飞 那我必须马上上人 采用人力的方式 迁移 这个就会对当地的那个 本地的这个生态破坏比较大 就是说可能会有很多手坏 豪白豪庄的手坏呀 对红树林的手坏呀 这一块的手坏会比较大 对鱼潭呢 造成就是因为我那个 牵引神是有油的嘛 但是你做海山品的水 那是很干净的水 我的神要是用人力拖过去 那个鱼潭里面不都是油的吗 这是目前国内最为经济和安全的电力放线方式 采用无人机展放导线牵引绳 加几点啊 不给了吗 这样 这样你看下面也没有问题 没得没得没得 还有椰子 等下椰子在里面 最后一个 天气这么多 这一块 没得 来 上面断线的车拉开一点 你这丢下来就全部角度了 往外走了之后再按它剪线 地面上操作无人机的人员 和塔上的人需要实现一次完美的配合 否则鲜细的一级导引绳 很容易偏离塔顶 导致放线失败 来我们左边 走过去玩 哦来咯 慢点哦哦飞过去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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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好了 坐过来 开一点 开一点 这边还不用了吧 拆档 绑这里了 就绑这里 无人机上的一级导引绳固定在塔上后 之后的导引绳将逐渐变粗 通过牵引厂和张力厂的作用 逐级利用牵引绳 一步一步最终将导线架设在铁塔上 导线架设完成后 工程人员必须在约160米的高空走线 安装线路上的附件和间隔棒 这项工作由林广源彭伟浩师徒俩来承担 这次高空走线 无论对于第一次尝试的徒弟彭伟浩 还是对于经验丰富的师傅林广源来说 都是极富风险的挑战 小鹏今年二十岁 刚从电力学校毕业 工程开工一时 他就参与了进来 这一次小鹏也将第一次在160米高空完成走线作业的挑战 这次安全带 包包 包包 福建服务 来 怎么下去 今天就要带他去学一下我们福建是怎么福建 特别大跨越 我们 就是做大跨越的工程相对说是比较小的 就把它带过来现场 是感受一下大跨越那个 互电的不同之处 还有蓝点在哪里 有点紧张 有点高是吧 没下过 这有多高啊 130多 以前这个地方走到过吗 走到过 但是就不敢下去 不敢下去 就是看个人 就看愿愿一下 愿愿 主要这还想要感受一下 因为没事吧 这正好有师傅带着 别开他们的 那个 先来 上来 你看你 我就抬两个 你看你是 你看看你是 因为怎么抬 就稳住就行了 所以抬一个也好 你看 学原子串的磁瓶 由玻璃制成 表面非常光滑 下串的时候 必须手脚并用 每一步都要抓牢彩石 百米高空中 这时的锋利 达到了五级 尊重 每一个个体 都值得关注 平等 每一份努力 都需要喝彩 真实 我们无限接近 温暖 我们传递力量 讲述 2015 座有温度的 记录者 请不吝点赞 20 日历 网络 20 20 以上 我再来 我再来 希望不得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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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我本当 緊張啦 沒怕的感覺 我現在覺得要審視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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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去哪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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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那邊 在一步西前面站著 讓我有點寒暇感 要安裝間隔棒 需要踩在導線上 再離地面五十多層樓的高度 走出幾十米 才能到達工作區域 這將是最難的一步 以前在培訓的時候 覺得這項 這個項目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結果給我的心理 已經有點大 可是我還想想還是 再試一試吧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也沒辦法了 畢竟我已經願意去試了 給自己一個機會 來遠一步 坐在哪裡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誇張 再會 坐在那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看到国家这几年有一个发展 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切身体会感觉到 这个发展速度很快 我们作为建设者来说能参与进去 也觉得很自豪 这一块我们说还是很深有感触 东海岛被称为中国的大陆南极 这项岛上最重要的电力工程将为全岛以及广东省西部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保障 2015年6月 近700名建设者历经19个月的艰苦努力 完成了90多座铁塔和超过38公里输电线路的建设 成功抢在今年台风季来临之前 实现工程全面投产送电 2015建设者第二季再出发 超大工程 我们建设现场 超大工程 都 atmosphere 地亩 他们是超级工程的建设者 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参与者 建设者第二季国庆震撼登场